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非常高兴又见到大家 绿色影响力 有我也有你 欢迎收看由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赞助播映的绿色影响力 今年的其实中国的一件大事呢 就是上海世博会的召开 还有有没有非常熟悉这一次世博会的口号叫做什么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对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不过呢 城市并不一定让生活更美好 因为取决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筑师的作用 那就是不容小觑了 那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的嘉宾 正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建筑师 我们倒想听听他来谈一谈 在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城市化的建成当中 我们的建筑怎么样才能做到更环保 更绿色呢 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他 他是一位老师 也是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的首位华裔学者 他是一名建筑师 长城脚下的公社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 你一定不会陌生 他还是一张名片 2010年入选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 被人称为国家名片 在他眼里 建筑最大的价值在于被使用 而不是被观看 他将中国古典智慧融入最新的建筑设计 倡导环保实用的建筑 他是最善于用建筑和环境对话的设计师 他是张永和 好 我们掌声有请建筑师张永和先生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来请坐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每一次见到永和 不是永和豆浆 对不起 张永和先生呢 他都是一种非常谦虚的姿态 虽然已经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 他不仅是很多著名的建筑的设计师 同时在建筑的这种教育的方面 也是非常有成就 在过去的应该是五年当中吧 一直担任着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的主任 有很多的作品 也可以说是逃离满天下 作为一个建筑师你有没有感到耻辱的时候 我经常感到耻辱 因为有时候建筑师被误解成为艺术家 好像只是发挥一些想法 实际上不是 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常常影响到很多的人 就是作为建筑师可能最大的痛苦和荣耀都来自于那建筑在那儿 他得待好多年呢 不能像衣服一样隔夜就换了 是 所以特别得知道怎么那个一些绕着道走自己盖过的房子 就那么不敢看吗 有 有 有 这什么 但也有感到最骄傲的 你最骄傲的一栋建筑是什么 自己曾经设计过 最骄傲一栋建筑 希望 希望今天能盖住 今天不行了 已经十月份了 明年 明年 张教授特别地谦虚啊 所以呢 这个在咱们中国这么大大兴土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不仅请设计师们来 建筑师们来设计的是一个城市的脸面 也是我们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建筑师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其实我们等会儿在屏幕上会看到 在这一次上海世博会上呢 张永和先生设计了上海企业联合馆这样的一个建筑 很多人到普西的那个展区 就会看到这样的一栋的建筑 是非常有特色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 首先是问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的 如果谁答对的话呢 我们节目组会以您的名义 在摊会玲珑中种一棵树 第一个问题就是 由张永和先生设计的上海企业联合馆的外观原材料 是由什么样的材料啊 回收制作的 A 塑料瓶 B 光盘 C 利乐包 来 请选择 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来 有请这位小伙子 您选择的是A 您参观过这个馆吗 没有 但是我觉得塑料瓶嘛 在我们生活中应该属于一大垃圾 所以 然后张先生又是一个很环保的人 所以他设计这个馆应该会用这个材料 好 顺便帮我们解决这个垃圾的问题对不对 好 旁边那位选择的是B 对不对 对 我选择了B 但因为我觉得光盘在这个社会也是比较多的嘛 像打这道板光盘什么的 我这还有我觉得光盘的一个就是色泽什么的 都比那个都比较适宜 所以我选择了B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段视频 就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 冷不定看的话 看得懂吗 看不懂 那就对了 这就是艺术 其实常常少花钱的事 就是环保的事 西方山寨板越多越好 对对对 也不想保护这知识产生 没有 没有这问题 突然发现解决咱们房价贵的 就是在这儿 我们怎么样去选买什么样的房子 买房子是一个特别难的事 老寿星手里的应该是寿陶吧 寿陶 那也是 寿陶这儿 那是总统套 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市中行 提醒您 下一节更精彩 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市中行 邀您进入绿色影响力 我们来一起看一段视频 就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 远看向水利方 近看向鸟巢 其实它是一个魔方 这就是张永和主持设计的 上海企业联合馆 而这个建筑最神奇的地方在于 掌管外墙面的LED塑料管 可以依照电脑程序控制 根据不同节奏变化出建筑的外观 形成魔方一样的意境 我国每年废旧塑料产生量 近1.4亿吨 而其中却只有25% 得到了回收与再利用 以光盘为例 上海每年产生的废旧光盘 在3000万张以上 如果将这些光盘回收清洗 可以再造出聚碳酸汁颗粒 进而制造出更多的聚碳酸汁塑料产品 市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的外力面 正是采用这种材料制作 当市博会结束以后 这些塑料馆也很容易进入到 再生循环体系之中 节省社会整体能好 创意非凡 勇哥这个主意是谁想出来的呢 这个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就是塑料的原材料是石油 对 就是说今天不用塑料 有点做不到 就跟咱们说今天不开车似的 所以塑料的回收和再利用 变得非常重要 那有几种塑料呢 其实是完全可以回收的 其中一种就是聚碳酸汁 我说这个都说不利了 聚碳酸汁 大家一说这个就发懵 其实我前不久也发懵 可是实际上就是这锡地盘 这是上海的技术 所以中国也有这方面 比较先进的技术 可以能够推广开来的 我接下来一个问题要问 大家的就是 张友和先生呢 他作为一个建筑师 他不断地在跟环境在对话 那么他个人最喜欢用 什么样的自然元素 来作为建筑的材料呢 大家猜测一下 是石头 竹子 还是泥土呢 来 请选择 都有 对不对 好 先从A开始 你选的是石头 对 我选的是石头 因为他是一个环保人士嘛 所以如果他用竹子去 当做建筑材料的话 也是破坏环境 而且用泥土的话 也是破坏环境 所以用石头应该是 那用石头就不破坏环境吗 那石头自动从山上 跑到建筑工地上来吗 可以在路边捡呢 您是说石子吧 好 旁边这位 你选的是竹子 我觉得用竹子 比较有内涵 你觉得比较有文化的内涵 对不对 旁边这位 你觉得还是要用泥土 对不对 我觉得首先泥土挺多的 然后石头和竹子 都不太好利用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泥土 能够烧砖或者是做混凝土 来 张永和先生来给我们提供一下正确答案 你最喜欢的一个建筑材料是什么 可能也不能说我最喜欢 可是我做过的工作 目前呢 实际上B也做过 C也做过 可是B呢 就是这竹子呢 实在是非常有潜力 那个竹子呢 它是一个特别环保的材料 首先是因为它长得特别快 因为咱们都说百年树人 什么十年树树啊 是怎么说吗 反正 反正就是十年一棵树长起来 也很长时间啊 竹子要长成那个 要看在哪儿 就在北方的话 也是两三年 要在南方过了长家 一年就长起来了 其次呢 就是其他的大的树木 就是桥木 都要有很深的根 很大的根 大到什么程度 树冠有多大 差不多那个根系就有多大 根系有多大 可是竹子呢 它那个是竹边 是横着的 所以很浅的土 那第三个最神的呢 就是它长的过程中呢 它吸大量的二氧化碳 所以这个竹子将来 不光是在建筑上的利用 做竹纤维 做衣服 就是很多方面都会用更多的竹子 对不起 我们看到的这是什么 这个是 这是05年呢 在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 就是挺福建的 咱们那个竹工 搭的一个架子 实际上就讲 这一个很传统的材料 也可以搭出好像挺有现代感的 这么一个结构吧 这是您当时设计的吗 对 冷不定看的话看得懂吗 看不懂 那就对了 这就是艺术 我不用看懂 只要看着 他只要表现了这样 只要看着有点喜欢 那就好 要不喜欢也没事吧 不过在这个建筑工地 我们倒是经常看见竹子搭的脚手架 对 所以其实这也是中国的建筑队 才会有的一种材料对吧 没错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就觉得在 又麻省理工学院当建筑系主任 这工作好像有点神秘 那培养那么多全世界来的 这种年轻的建筑师 年轻的学生们 在那个环保方面 你有没有给学生布置过一些 比较独特的命题 作业 最独特的就是 因为这个环保有一个特别的事儿 其实常常少花钱的事儿 就是环保的事儿 你可以想象因为 少浪费资金 少浪费材料 对 它因为可能用的资源少 使它比较便宜 所以我给 那我就只能住抗震棚了 也是有可能性 那哪行啊 当然就抗震棚缺一个东西常常 他缺了不是 就是说不是他材料的廉价 或者他建造的粗糙是问题 最大的问题 他缺乏设计的智慧 那所以当时呢 我们就出了一个题呢 就是翻成中文就是 千元 当然是美元啊 千元住宅 就是说你花一千块钱 今天合人民币是说六千多块钱 六千五百块钱 盖一房子 盖一房子 你给多少人住的房子 一家人嘛 一家人是什么三室一厅的 突然发现解决咱们房价贵子 出入在这儿 实际上是我们用还有一个 我们还有第三个教授 是一个计算机的教授 他是提供了若干个这种 这个特别先进的软件 所以我们学生每设计一笔 那个都有一个价格 等于就是随时知道在花多少钱 就这么一个过程里 所以这就是你们最后设计出来的作业 之一 对 然后这房子你看 就是在保温 隔热 结构的合理性上什么 都特先进 那这不就咱农村盖的房子吗 咱们农村不都盖这个吗 实际上就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你看那个开窗啊什么的 跟咱们农村房子特别不一样 为什么觉得窗子好像少 它为什么呢 它中间等于有一个叫 就一个小院带顶的 那个主要的窗都开到里头去了 所以它等于就是那个保温 隔热 它不会就是就比较好 可是这房子盖到最后呢 因为那个使用者的 这家人的要求呢 比我们原来的大 所以花了不止 一千美金 不是一千美金 可能什么都算进去呢 是三千 所以你算呢 就算三千二十一吧 就两万一还特别便宜 咱在北京也就买一平米吧 对对 看什么房子半平米 这一平米还入不了三环呢 所以我觉得看这房子 比较有意思 看到不是一个新奇的事 看上去跟当地房子差不多 可是呢 因为这里有 刚才讲就建筑的智慧呢 设计的智慧呢 就是它一方面便宜 一方面舒适 所以我们想呢 我们希望啊 因为这是我们真正 不是想盖一个 想他们村民邻居 看着这房子 觉得比他自己家的好 会抄袭这个 会这叫什么 所以你希望山寨板 越多越好 对对对 也不想保护这知识产生的 没有没有这问题 太好了 可惜我们校园里盖不起这个 好 要不然咱也盖一个 对 说不定 来 永和跟我们分享一下 北京现在的建筑 你有哪些喜欢的 喜欢的 哪些不喜欢的 你没一喜欢的 我猜就会了吧 也不是 也不是 我挺喜欢那个央视的 就是我们俗称打褲铲这样 对 因为它真是把那建筑学的 好多那个原来的一些那个 等于游戏规则全都给打破了 我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因为就是 就是不是做建筑的人士呢 比较有一种朴素的审美 就是好看难看 当然从我们来说呢 就可能看多了吧 有时候也说不出来是好看难看 然后我们现在全国各地呢 刚才不是说到吗 正在大兴土木 所以也有各种各样的创意 付诸于实践 咱们再看一下几个 请张友和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 来 看一下 好家伙 这边第一个 您看出这什么造型了吗 这个 这个也 我是 居然 居然没看出来 我以为是以酒瓶了 什么酒瓶了 那也是 那也是总统套 这个呢 就是这些房子吧 是这么说 其实挺有娱乐性的 就是 可是它违背了一个 就是 就是说它比那个央视还极端了 它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建筑的东西 那你刚才不是说要创新吗 它就彻底创新 创造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这房子 它到了是为了用的 我觉得这房子 不太可能是建筑师设计的 我们太保守 那个是我知道 这是台湾的一个老兄设计的 他呢 倒是很认真地想 想那个 怎么说 寻找 当代中国建筑 当然我也不敢苟同他的这个做法 我觉得你还是有所节制 说话比较客气的 给自己留余地 其实就是 我们建筑这行当 有时候用一个最简单的说话 建筑不是一张画 建筑是一个环境 你在里面生活 一个空间 对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普通的消费者 我们怎么样去选买什么样的房子 买什么样的公寓 是适合我们的生活 能够让我们有更加环保的生活方式呢 这个 买房子是一个特别难的事 所以经常大家就讲嘛 说特别年轻的 就是这个男士交女朋友 就是因为要交女朋友 所以得先去买房子 对 因为就算女朋友不要求 女朋友的爸妈妈也会说 对 小伙子你房子在哪儿啊 如果要买一套好房子呢 就是花很长时间 所以就先把婚接了 再慢慢买 买房子呢 第一个呢 特别在北京 一定不能被暗名给蒙骗了 反正有一段时间 四环上都是这些房地产项目广告 嗯 就是根本觉得不知道说什么呢 因为比方说叫 幽山美帝哈 那是美国一国家公园 那点没房子 所以按名基本是属于那个 胡说八道 就不要光看名就去 这名最不说明问题 第二呢 千万不能光看外貌这房子 年轻人一早就上班了 所以你们家是你走出来 在你背后你也看不见 等你晚上回来 天就黑了 你也看不见你那房子 说长什么样根本无所谓 主要还在内在美 一个当然是平面的合理 而且实际上呢 今天大家 对于这个能源的认识啊 在北京有很好的那个地热的能源 因为咱们在地震带上 那个地 你别吓唬我们啊 不是 你这么说呀 有地热还行 你说地震带上就不吓唬我们 对 咱们这个 就是这样什么 咱们这个 脚底这块地比较活跃啊 还有积极的一面 不说地震 没这么说的啊 所以有大量的地热 所以就是冬天能用它采暖啊 然后夏天可以用它那个空调 其实有这些技术也有 有很多房子在用 所以可以仔细地看看 到底这个房子 是在哪方面比较合理 所以总之 总之就得看这个居住的合理性 对 和舒适度 还要有益自己的健康 不要光被这个外表的 所谓的设计感 或者是装修的花哨 把给蒙偏了 是 是这样 是这样 我给你总结了好吧 挺好的 我看着张永和坐在这儿 挺不忍心的 因为大冬天 他这儿一直在出汗啊 但是我一直忍不住在说 我觉得你这件衣服特别棒 我就觉得我也套套您这件 开会的加睡衣的啊 我的绿色倡议啊 家里呢 用厚一点的窗帘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线中行 提醒您 下一节更精彩 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线中行 邀您记录绿色影响力 但是我一直忍不住在说 我觉得你这件衣服特别棒 是吧 看着就是挺环保的 而且非常的舒服 你现在也开始进入到 服装设计的领域了 这不跨行跨的太多了 盖房子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都是想 我想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建筑 这衣服就是设计给我自己穿的 所以我今天穿呢 除了鞋 这全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出差特别多呢 就是飞飞机啊 长途 我希望那个衣服 又是能够出去开会 又能是飞机上的睡衣 所以特别的软 我们也拿了两件 我也试试 我看 我就觉得我也套套您这件 开会的加睡衣的啊 开会的睡衣 你还真别说 你还真别说 我上飞机的时候经常都觉得 缺这么件睡衣 那个衣服就被弄皱了 对对对 是吧挺好的 挺舒服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非常感谢张永和先生 不仅来给我们谈了 他的这种环保的设计理念 而且呢也为我们点评了 我们城市当中所见到的一些建筑 我倒是觉得 真的那些房地产开发商 那些建筑师 那些城市规划的决策者们 不妨用一种未来的态度来看看 今天你们正在做出的 这样的设计和决定 用一个未来的眼光来看待 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 也许会做的更明智一些 那我们再次用掌声 感谢张永和先生 谢谢 也许你在节目的最后 为我们提出你的绿色倡议 来 有请 我的绿色倡议啊 是家里呢 用厚一点的窗帘 夏天出门上班的时候 把这窗帘后窗帘拉上 那这样子呢 就是可以让那个室内呢 那温度不增高很多 然后晚上你回家开空调呢 就会 就能节省 所以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做一个厚点的窗帘 冬天的时候呢 也可以饱满 好 谢谢 好 你看我们送给您的礼物吧 就特别老土啊 但是 环保 但是也挺环保的 绿色影响力的 我们的一个别针 您这衣服还有个好处 因为它不是丝绸的面料 所以扎个眼也看不见 好好扎 有的时候人家穿了一个丝绸面料 我还舍不得给人别 再次感谢您来到这节目 谢谢 再见 好 绿色影响力 有我也有你 感谢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市分行对于节目的 大力的支持 观众朋友们 绿色环保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我们下周见